长安医师过劳成的植物人 但接下来这位 还是在实习的医师林彦廷 年仅26岁 在成大受训 因为连续上班34小时之后 突然倒下 抢救后宣告不治 而他的死是否跟过劳有关 还在法院审理中 但是医师的工作超时 却是不争的事实 一改联盟统计 住院医师连续上班 32到36小时已经是常态 还有医师表示 连续24小时都没有睡觉 行为如同酒驾 你要如何让一个酒驾的医师 替你治疗呢 病人来了 与神的生活 每天都像在打仗 我在病人状况不好 可以帮你做处理 我值班时 抬钢往下来休息 又得继续重做 我一个正常人类 24小时没有休息的话 他的行为跟酒驾是一样的 你怎么可能那一个 跟喝醉酒一样的医师 在帮你开药 帮你开刀 但你知道吗 通常一个住院医师 不只24小时不能休息 幼师还要连上30多个钟头 不禁让人想问 医生你累了吗 他前一天就值班超过36个小时 他就是值班这么久 妹妹口中值班这么久的人 就是他最爱的哥哥林雁廷 就读高雄理学大学 大气时到成大担任实习医生 再过几个月就可以考执照 当个住院医师 没想到2011年的某一天清晨 才26岁的他突然间在宿舍倒下 就是有习惯每天早上先去巡房 他在6点的时候他就会先起床 那时候他就听到他闹钟响了 然后室友想说他 是忘记带出门了 他又按掉之后他就准备进厕所 然后就发现厕所的门是锁起来的 然后他就是有从门缝就看了一下 发现里面有一个人 这整个都过了你知道吗 他是在马桶上 他早上起来他都还有习惯 都马桶看出 那本是要在地上 不怕地上 他是这样二头灾 我一开始想说在浴室昏倒是 是漏电吗 还是什么 就想说在浴室里发生的状况 就是完全没有想过是 他自己身体会出状况 一到承担音乐的时候 就有一个亲人来接我 他就直接跟我說 然后带我到太平坚 太平坚 我当下看到就是已经太震惊了 就是没办法接受 哥哥还没当上证实医生 只差一里路 人就这么走了 做儿子的 我又觉得他 对爸爸那种终于 他每天就守这个牙 因为我有时候我是因为在 外国 可能有时候都会自己坐在那边 他还没走出来 四年过去了 丧子之痛并没有随着时间扶平 因为在李爸爸心中 这个疑问固堂回答 他从小到大都没有什么疾病 他还是球队 他往那个平衡球学校的校队 阿里在比赛什么时候 他没有什么疾病 他为什么 他会死掉 想着想着突然想到儿子往生前 那一个月的样貌 在这儿接等午后 我发觉当时比较累一点 因为午餐回来就要睡觉了 那睡晚就又去医院了 到底在忙些什么 调出上班时数一看 才知道雁廷往生前一天 如此操劳 当天就是正常上班 然后接着上晚班 就是值班 一直到隔天的下午5点下班 就像这样子 只要6点多钟才回去他的宿舍 这样一共30几个小时 一哥 你不要帮你丫头好不好 还没 因为我才是写上来的 我看他有练习 帮病人 他也要在旁边观摩 可能也需要动刀的部分 然后开药 虽然只是实习 但往前一个月推算 林彦霆的工作时数 纵长仅有324个小时 而且平均每个月都超过200个钟头 白天班上完紧接着值班 已经是常态 怀疑哥哥过劳 妹妹决定申诉 教育部就说 他不是学生 因为他已经有工作了 他已经在工作了 所以教育部就不管 他就请我们去找老委会 然后老委会因为他们 也不属于老公 那 他就说他们一直 不是劳基法 不是他们管的那个范围 你要用劳官去打这个官司 没有办法好 你实习医生也不是医生 你说你实习医生不是医生 但是为什么他做医生的工作 那就很奇怪 就很矛盾 是医生还是学生 实习医师的权益与保障 成了三部管地带 他平常值班 我们一般都是每天三天 甚至更久的一天 他会知道一天来 值班都是以小月为主 大约的部分 我们尽量让他休息 陈大表示一切符合规定 而且与其他实习医学生相比 工作时数均相当 林彦亭死后 院方也帮忙募款400万 电视报告上也载明是 心因性作死跟过老无关 通常过老的死因 不外乎就是心脏 那为什么心脏 今天会发生问题 一定是他过度的受到高压 或者是疲累他才会爆发 他本来是一个健康的人 他都兵役都已经检查过了 他要去当兵了 林家人份额提告 医生将成大医院求偿450多万 但法官认为 林彦亭是实习 与成大并无雇佣关系 而且医学生不是劳工 也并非劳基法保障的技术生 因此不适用劳基法 至于上班时数 成大医院也没有违反规定 林彦亭家属最后败诉 当我们官司打败的时候 我就跟他姐姐讲 他姐姐七十几岁就劝他 放开了 就是说不要再去打这个官司了 不要因为 每要打这个官司要出庭 你就要痛一下 你的心就会痛一下 还是要放下好了 但放下谈何容易 有想过以后 儿子赚搭钱 只在可以扔命之类的吗 有啊 有想一想一想 但是 看起来不想说不想 你要办法 将来的日子还长 要怎么学会不去想 坚强还要 每天我为你激动 每天我为你烦恼 每天晚上分外付去 我都睡不寒 事情没有发生在你自己本身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那个痛 就像我啊 其实他是我的学生 我的痛 一定是他嘛 叔叔当父亲的嘛 那种希望变成泡沫的 变成没有的时候 林雁廷的父亲是位单亲爸爸 一手拉拔兄妹俩长大 获子成龙 婚礼成凤 而从小儿子的愿望 就是当个医生 就是我爷爷就是身体比较不好 我哥又跟我爷爷感情比较好 对 所以他那时候就我想说 就是他可以当医生去救人 如今救不了人 自己却苦好了 老父亲为了儿子官司奔走出庭 也忙到累出病来 我去法院的时候 如果出来的时候 手脚都不会动啊 刚好路过的女方 我们叫做人 然后送到成大去 到成大急诊 急诊出来是中逢 中逢的老父亲 决定放弃上诉 但有医改团体看不下去 接手替他们打二审官司 让家属稍稍安慰的是 终于有医院 容总愿意做过劳鉴定 但能不能扭转情势 还是苟也知数 我是觉得 只要是工作时是太长了 这是几个小时的影响 几个人存在一起 你政府要重视制度的改革嘛 要一个一个 给人家杀死一个医生的实习生 实习医师的模糊角色 一直存在灰色地带 确实因为很麻烦的时候 他也不可能单纯是学生 他确实是有时候工作时间 比住院医师还长 实习医师真的是 就是食物量里面最低的 不只是实习医生 住院医师也一样 他们是一周就100亿左右 是比一般劳工的两倍到三倍 是非常长的 拿出国外的数字参考 台湾住院医师的工时 真的是多零大街 我们没有任何法律 法律层面的条文 去规范医师的工时 这个对病人是伤害 包括美国 美国资本主义的国家 他们还是有法律 去规定住院医师的工时 也相当长 他们一周是80个小时 日本才60几个小时 欧洲国家那更不用讲 他根本跟一般劳工是一样的 如今卫福部先以 医院评鉴的方式 限定一周88小时的时数 来降低医院工时 目标在8年内 将住院医师纳入劳基法 而林彦廷的死 带来了现实转变 因为林彦廷这个案子 大家深切讨论以后 卫福部也决定就是 已经没有实习医师了 意思是说 医学系的修业年限 从7年缩为6年 也就是取消 大期的全年医院实习 但等到医学生通过国家考试 取得医师资格后 去接受的一般医学训练 则从一年延长为2年 林彦廷的死带给医界 政府一个省私的空间 自于父亲舍不得的这份情感 只能靠着思念 与儿子救人的那份热忱 陪伴他度过 老赖余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